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并非终极方案 未来认可优化制度 来争取民意支持 强调普选行政长官 既不可识 否决了之后 这届政府 不能再就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的方法 再去启动布局 所以如果这一步走不出去 就只有原地踏步 按照人大831决议规定 2017年行政长官提名委员会 要参照上届选举委员会的组成 行政长官的提名权 仍然由来自四大界别 1200人组成的提名委员会掌控 香港500万合资格选民 没有直接的提名权 只能投票给有过半数提位支持的特首候选人 在拒绝妥协 原地踏步 和接受经西选的一人一票之间 香港人可以怎么选 2011年 在全港350万合资格选民中 只有近25万人有权投票选出选举委员会委员 再由他们选出现任行政长官 选委会四大界别各有300个选委 界别二选委由超过20万专业人士选出 界别四就由近800名政界人士出任或互选产生 而界别一和界别三的选委 各有近2万名选民选出 但是这两个界别的22个分组里面 有18个都是以公司票或团体票为主选出选委 一直被批评为代表性不足 亨昌集做了一个小测试 选了几个不同界别的公司或团体选民 看看立法会议员和市民 知不知道他们代表什么界别 好辣 成立克人 这些公司我不会知道的 有什么名字 我们怎么一起上车 街楼桑 能不能上 tit 好像很难 这些真的没法看出建设 谁知这是什么名字 找不到 只是要活动 公司也有分 好 难 这些都是真名的 很像 兼職的都有差就兼職 忍食也是兼職的 不像 正確答案是這樣 這些團體和公司 全部都有權選出選委 或者未來的提委會委員 他們究竟和所屬界別有甚麼關聯 希望香港正通銀沫 好像曾鈺誠說 正通就是正改通過 不要反省 青衣居民聯會 是漁龍界159個團體選民之一 理事長羅經成 已經連續兩屆自動當選做選委 有權投票選特首 辣椅包 好… 他進入 有威脣吃過會 你有否做過打魚、種菜、魚龍這樣 我鄉下當然有 還做加田 來到香港之後呢 我讀酒樓要做三十年 我做醫院 做阿嬸 我做賣東西 那你知不知道 這個會跟魚龍街有關嗎 跟什麼 魚龍街 魚龍街? 不知道 魚龍街我們又不太清楚 落敬城的爸爸羅和 退休前是花龍 1979年 他已在五星紅旗下誕生為宗旨 創立這個會 1997年我們去大雨應解放軍 應解放軍 這個會 這個會 原來的名字叫青衣水陸居民聯儀會 為了配合發展 吸納一些屋邨的會員 我們把名字變成青衣居民聯儀會 就著可能魚龍 政策我們也有少少的 現在很濕碎 羅敬城是民建聯葵青區區議員 他承認聯會已經轉型 漁民會員現在只是佔少數 我想幾百人 但我們的會員現在成九千人 有幾百人有關 那你起青衣 你要再找一個代表 漁龍界議會 我想又沒有 你說有誰會比我們更合適 漁龍界在選委會第三界別 再擁有六十個議席 在這個界別裡面 社福界六十名選委 由一萬四千多個註冊社工和團體選出 而漁龍界的選民就只有159個團體 這個團體名單由政府制定 公眾難以知識當中理據 亨昌習以公開資料守則 向警務署撒取資料 發現有25個漁龍團體 是在97年初同期 甚至同日註冊社團 當中23個 在同年10月通過的立法會條例 被定名為漁龍界團體選民 一席至今 人大831決議後 曾經有官員建議 考慮在831框架下削減漁龍界議席 撥比新增界別 但是今次諮詢中 政府對這些具體建議就隻字不提 隨著後來發展的佔領行動之後 這一種積極的探討的氣氛和意願 在建制派的朋友裡面似乎就消失了 正是動我或者用這個界別 就覺得今次你犧牲了 下次就會 譬如在四年之後 又要做調整 第二 就會用同一種理由 去剁你第二個 然後剁完第二個 剁第三個 變相 你就以一個 這麼消極的作用 去當這個四大界別 成為一種豬肉桌 各位漁民朋友 晚上好 互助社團結和帶領漁民 發揚外國外港的優良傳統 在下來的政改製育林資深當中 希望大家積極去參與 漁農界一向和中央政府關係密切 國家農業部在2009年宣布給予港澳漁民柴油補貼 由09到12年間補助金額達到22億元人民幣 在政改第二階段諮詢 業界表明支持人大八三億決議 維持提委會四大界別 38個界別分組不變 中國泛民呼防 乾杯 乾杯 中聯辦這些反對 反對所選擇的 我們二雲百分之百 愛國愛港 由2000年至今 漁農界有20個選委 已經連任三屆 黃火是其中之一 我們是1998年 全是在荃灣 由他創立的荃灣葵青漁民會 現時有130幾個會員 當中只有40幾個 現在仍然從事漁業工作 黃火自己也已經轉行做時裝生意 他拿衣了四十幾個 他根根底是荃灣的漁民出身 可以說我不拿衣 黃火不拿衣 我太公老爸拿衣 我兒子問我 你爸爸的 你是不是移民 你是移民 是移民出身 始終是移民 是吧 直訴 直觀是移民 在同一區 還有一個漁農團體 叫荃灣葵青居民聯會 漁民組 名稱和黃火的組織非常近似 他們的理事長陳鎮忠 是漁農界選委 亦是民建聯荃灣區區議員 可否簡介一下你的漁農界的答案 我們荃灣區青居漁民會的漁民組 荃灣區青居民聯會的漁民組 其實是由我們以前一班漁民去組成的 我們以前是從事漁業工作的 你想問甚麼 其實我沒有了解 其實是會和漁業漁農界的關係 漁民 基本上是 這個漁民組有多少人呢 其實 我真的沒有數字 不好意思 我真的沒有想過這個 他們是陸上的不是拿魚的 不是的 最近已經有一個位置 給他們一個位置 聽不聽話的話 就給他們一個位置 我們 我們疑運是很一致的 疑運為甚麼一致呢 那邊氣候就是那個 那邊的 大部分都是這樣 很單純的 疑運的 誰好 我們選誰誰好 那大家就選那個 政府以甚麼標準 離定漁農界的選民資格 又有沒有定期覆檢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沒有正面回應 只是回覆說 選舉事務處 會按實際情況 檢視定名團體的章程 和定期查核選民的登記資料 要假民主 要假民主 我要真普選 我要真普選 好 特區政府 在人大831框架下 進行第二階段政改諮詢 不少新一代的專業人士 成立論政團體表達意見 爭取真普選 当中包括一班有权在选委会 也就是未来提委会投票选委员的年轻医生 香港的政制里面其实我们也是特权阶级 我们比普通的香港市民多一票 我们其实是有那个责任在 香港现在的病情很危态 但是作为医生是不会那么轻易地放弃一个病情危态的病人 政改是一个很复杂的议题 所谓的魔鬼就是在细节里面 绝对不可以很简化变成一句口号来着先 或者你一人一票就算得特首 还要仔细去想一下究竟一人一票背后有什么意义呢 你是不是真的可以选择你心目中想要的人做特首呢 为了收集业界声音 恒林觉醒发起举办业界政改研讨会 又积极推动医学界立法会议员梁家楼 在座的每一位同事都仍然留着墙边 女同事都仍然扎着脚 梁医生是我们医学界在政治里面唯一的声音 希望你们可以真的拿出这个道德和政治的勇气 代表我们的声音 2月初医学界民调结果显示 五成半业内人士认为 应该否决831框架下的政改方案 若果现在想中与投票的法案是否反略 我们恒林觉醒其中一个主要目的就是 好像我们口号所说固定梁家楼 希望可以固定他在立法会里面投这一票 否决票 这个假扑算通过了就千丑万势 这个超高的门栏过了之后 不单止这个后果是你会选到一个 爷爷选出来的特首 另一个很致命的问题就是 你会给了一个偽认受性给他 以后他就真的不用理你 有专业人士 宁愿放弃手中的特权 都要追求公平的选举制度 但是特区政府在政改咨询过程中 多次被追问 提名委员会是否有改革空间 就持保守态度 提名委员会是由一些公司里面的董事选出来 他们已经有两票或者三票 那叫一人一票吗 公平吗 所以唯有是可以反映这些不同界别的均衡的参与 我们才能够满足到在基本法之下的广泛的代表性 大家认真去看一千二百人的组成 就应该可以得到那个客观的答案 亨昌集翻查2014年选民登记冊 发现在不同界别经常出现一个集团 或者一人手握多张选票的现象 饮食界现在有六千多名选民 界别投票率偏低 上界只有一成 即是千多名选民投票选出17个选位 法例规定食物业牌照持有人 可以登记做界别选民 我们发现有饮食集团 以相同地址登记多间分店成为选民 最多持有40票 当中还包括两名选委所管理的饮食集团 我们联络过这四间集团 查询他们为什么拥有多个选民资格 三间不回应查询 而大家乐集团就书面回复说 旗下各公司都是遵循相关法例 参与选举活动 选民登记册有17间公司 以建筑、建设、投资等为名 不过他们全部是体育界登记选民 这些公司与体育界有什么关联呢? 原来他们全部都是由现任选委 香港兵崩总会主席 港协企奥委会副会长余国良 和他的家人所持有 余山里合下有十几间公司 都是注册了当登记选民 我觉得暂时要找多些资料 才能够答到一些问题 哪方面的资料? 香港兵崩总会主席陈瑞天的公司 也登记了41支球队 陈瑞天电话回复我们说 公司已经用作蓝总会指 被各球队用来做联络地址 南球总会是一个体育的机构 不想介入一些政治层面 我们比如以前鼓励那些人去登记 我们都是希望对我们南球 有支持的跟我们发一下声 到现在我觉得我们做这些事 全部都是废的 你现在什么选举委员会是谁做 代表体育界和文化界 那个立法局的议员 你叫我说个名字我都说不出 体育的提名不轮到我们的 它怎样产生怎样成呢 我一个人不知道 王伟达在七十年代 由内地移居香港后开办琴行 他先后成立营运六个文艺组织 曾经以这六个组织名义 参与反占中联署 当然我也支持政府政改 面对一些现实就是妥协 我觉得我的出发点是真的爱香港 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最基本的 就是爱国爱港 王伟达 亦是香港中华文化总会的副理事长 这个会终止列明团结爱国爱港人士 会长是全国政协高敬德 总会核下有三百二十几个属会 当中有一百五十几个都登记了做文化界选民 占这个界别选民人数超过一成 王伟达的六个文艺团体 都有登记做选民 我每个组织的官员 都是为了我们业务方面的发展 我们没有想到在政治方面 在这几年香港的政治的环境有点变 必须我们做艺术的人都要表态 不可以说我不理不太好 所以不理那么多 就是表达自己的意见 有没有投过票 以前有 有一直都有投 在政改咨询完结前一星期 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 出席香港医学会举办的闭门咨询 同一 香港医学会公布业界第二份文调结果 同样有超过五成医生 反对831框架下的政改方案 我挺失望 有人直接问 你怎么回应这些民调呢 林郑她很清晰地说 我不会回应这些民调的 她其实说得很白 她画公仔画出场 她都说 在这个政改问题上 中央是有最终的话语权 你不接受这件事 就鸡同俠说 支持和反对人大831框架下政改方案的民意 僵持不下 政府预计会在4月提出政改具体方案 7月前提交立法会表决 这短短几个月 这短短几个月 究竟香港人有没有可能 拨开云霧 在政改的十字路口 作出正确的抉择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